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啊 我是百住不挠越挫越勇的小月 自从登上刷怪塔之后 我的脑海里就一直围绕着豪情壮志这个字 仿佛我建造的不是一座普通的刷怪塔 而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嗯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的刷怪塔终于有了出行 现在可以去商店换两块冰块 这样就可以在塔顶上建造出无限水 那么有无限水有什么用呢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先在地上造一个四乘四的池子 然后对角分别放上冰块 哎呀呀 光线太阳都看不清了 在墙上拆点火吧 嗯 现在好多了 接着把冰块打破 无限水就这么建成了 呵呵 打破冰块的感觉就是爽兮兮 OK 现在可以把水倒在之前建好的沟渠中了 好嘞 看起来有点不对劲 哎呀 收回来收回来 水应该从源头倒出去 这样才会看起来比较对称美观 不过为什么这块留不到呢 再去咬一桶水四四 好了 现在就没什么问题了 抓紧时间把另外三条沟渠也倒上水 哎呀 终于整得差不多了 四条沟渠都装满水的样子 还真是有点好看呢 不过要小心千万不能被它冲走了 否则就是揪死一生啊 而摔块塔也是利用了水流的冲击力 把怪物们冲到了它底下 这样我就可以每次次坐受渔翁之力了 哎呀 不过现在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最麻烦的封顶工作还没有做好呢 四个半砖的高度应该差不多了吧 哎呀 原石不够了 下去才顶原石再说 差不多够用了 赶快回去收尾吧 不然天又快飞了 哎呦 臭骷髅来得正好 吃我一剑 嘿嘿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牙还牙 还有这只蜘蛛 你算是撞到枪口上了 再来一剑 嗯 好嘞 怎么不见了 哎 算了算了 还是干正经事要紧 呃 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的塔顶是不是做得太低了呀 这样应该刷不出怪吧 打掉重剑 把高度再加上一倍 好啦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要开始努力工作啦 等到我们下一次见面时 我的刷怪塔应该可以建造成功啦 不见不散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